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版副主千万巨款 今年2023年1月份 他就叫我 有个标码给我 那就先叫我过钱给他 大概阿湾会欠我十八万 接着一路一路去追追追追追 根本是追到无形 我曾经我也有去报过警 但问题是 你只可以从正常途径去告他 但其实有很多副主 我们大家计算数 应该保守估计他欺骗了无数人 大概今天应该是八位数字 我们看回事主提供的主页 只剩下两个文章 说Andy已经被公司开除 以及公司对Andy利用公司名义 对外收取款项的事件 已经报警处理 我们现在来到涉事公司的办公室地址 看到该单位的业主 已经贴出了告示 说和该公司已经再毫无寡辑了 他不止卖名标 是什么都卖 另一位副主Yoko 也是经朋友介绍 在Andy买了洗衣机 同样中招 有个朋友 带了个男朋友过来 我突然见他 然后大家聊天 我就说我家的洗衣机坏了 他也有些研究 因为最近也买了洗衣机 而且跟那个人买 那个人的服务很好 有店铺 有Facebook专业 很多客人 他说得这么好 我就想试试买了洗衣机 但他要我给全数 我过了5,080元 谁知道几天都没有回复了 当然打电话给他 电话都停用了 原来HH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出来 原来公司拆了一粒 然后很多人都被他押 现在香港人经常都北上消费 对, 贪购物价低一点 又有很多好东西 但其实懂得找 香港也有很多好东西 没错 最近政府还说要搞好香港的夜市 香港是美食天堂 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有 我知道有一间新餐厅 还有可能会遇到明星 龚佳欣一身餐厅店员打扮 难道又开新剧? 不是, 原来他真的做了老板 在尖沙咀一个大型商场 开了奸以清新花园主题的餐厅 这里占地八千尺 还有室外花园 而这里的蛋糕 更加是佳欣亲自主力 这里和你一样, 充满仙气 好, 这里中西日甜品 什么都有, 龚老板 你究竟做哪一样? 就是什么都有 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地方 大家一定选择你喜欢吃的东西 当然我最喜欢我的甜品 是, 你长大了 现在搞得这么大规模的餐厅都有 现在就对了 又有各种东西 中式又有, 西式又有 日式又有 最后吃甜品 整件事就很完美 这个就是主打水果 两层蛋糕 为什么我们会做得这么低色呢? 我们觉得除了打卡之外 这个蛋糕可以两个人 一点点 或者三个人 不用吃太大的蛋糕也可以 这个蛋糕有五个尺寸 多些人可以选择更大… 其实嘉欣对饮食业 一点也不陌生 之前也开过火锅店和蛋糕店 机缘巧合下 认识餐厅集团老板 一拍即合 除了吃炉蛋糕外 店内 ovat大一点 他大, 他也有份参与 包括装修设计 我的都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花 他来我家便说, 这是什么问题 你看看儿子有花墙 上面有一些花 其实外边还有真实的花丸 也 Lawrence 但是亦可有一切深入店 也有一小讲 非常leme高, 就是维予! 就是让所有美国人消化的情维 會有一點怕自己兩件事都做得不好 但其實這幾年我一直都是這樣 我覺得習慣了 而且我很喜歡填滿自己的時間 我又會覺得除了做演員之外 我其實什麼都不懂 現在好像真的剛過了三十歲多一點 我就覺得好像發掘了多一條我的路 但我覺得這件事 也對我的演戲很有幫助 為什麼?就是因為我最近拍攝企業強人 我一直看劇本的時候 它寫我由一個小女孩 最後一步一步變成一個女人 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戲劇的世界會發生在我的現實 我經常都會說 因為我在拍攝企業強人 他就好像令我成為將來 一個真的企業強人 嘉欣叫各位粉絲放心 雖然搞生意也很忙 但也不會放棄拍劇 同時也很感謝一直以來支持她的人 其實我是一輪是冬章 我知道, 你是個癡者 冬章 我覺得好像一直在我身邊 很多人幫我, 很好 我有這麼漂亮的蛋糕 也有我的師傅幫我 有這麼好的食物 都是大家一個師傅團隊 大家一起想出來 我覺得是心 有個心去做出來的時候 每樣事情都可以做得好 有組織就訪問了大約160位的基層長者 發現到他們的孤獨感 10分裡面有9.2分 是屬於嚴重的程度 有部分長者更加有情緒和焦慮的問題 調查還發現超過9成的受訪長者 覺得智能電話難用 覺得沒辦法透過科技 可以跟不在身邊的家人保持聯繫 他們的情緒狀況更加差 其實香港有很多需要幫助的長者 這個時候, 是時候出動他們了 政府一向自力完善地區 自理改善民生 行政長官在2022年的施政報告 宣布成立關愛隊 目的就是凝聚各界建設社區 為市民提供更貼心的服務 令更多人受惠 關愛隊很多時候都能幫到 幫助老人家很多, 遊屋等都有 是 那些是義工 復居長者, 你讓人多關心一下 問候一下他們, 他們就好一點 目前, 香港已經有兩個區 成立了關愛隊 分別是荃灣區和港島南區 他們負責推展地區關愛活動 例如探訪有需要人士 以及協助處理突發和緊急事故 其實我們開展了關愛隊的工作之後 透過探訪區內的獨居和商老家庭 我們發現其實區內有不少居民 都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服務 就是提供一個簡單的家居維修工作 包括安裝扶手 或者是一些膠圈等等的工作 盧生盧太住在荃灣區超過三十年 關愛隊早前探訪 發現他們家裡的門鐘和很多電製都壞了 於是主動幫他們維修 很感謝關愛隊的幾個關友的工作 是, 他們幫你修製了這裡 也是方便了很多, 是嗎? 關愛隊的三個探訪 總探訪最重要的總探訪, 還有門鐘 我們荃灣中有十九隊關愛隊 在今年的五月初正式開展了他們的工作 探訪為接觸了三千多戶的長者戶 以及其他有需要的住戶 亦進行了超過五百次一些家居的支援服務 關愛隊亦舉辦了近一百個不同種類的活動 當中包括有一些關於屋苑管理的講座 關愛隊也積極地推展 正商民合作的模式 大家共建和諧和諧和團結的社區 回到東章西望 昨天網上瘋傳了一段影片 在影片中看到有兩個女子 站在一架準備開出的巴士前面 大自行打開雙手攔截巴士 就算巴士慢慢向前也嚇不到她 有網民說 為了搭巴士可以去到多麼準 搭不到就搭下一班 但我不要弄得那麼肉酸 提提大家 在馬路上擋著的巴士是犯法的 還有可能會罰款甚至坐牢 以下這件事都是犯法 倒是不可以容忍 好像你去了夜總會 你可以對小姐亂下手 我們是你的朋友 你認識了十年 好像你是我的兄弟 我不明白為何你可以對朋友下手 一個飯局摧毀了十年的友誼 攝影師M先生 和私影模特兒K小姐 是相識多年的好朋友 但在去年九月的一個飯局 K小姐懷疑M先生借罪行兇 非禮出席飯局當中的兩名女士 當中包括K小姐自己 我覺得大家認識了這麼久 我當他是兄弟 哥哥那些 他不會借聚來非禮我自己 還要非禮我自己 親身經歷 才令我覺得是最可怕的 他們平時喜歡約在一起吃飯聚會 而當晚出席飯局的有五個人 除了攝影師M先生 和K小姐之外 還有K小姐帶來的朋友 一個化妝師 和一位男性朋友 他們當晚約在化妝師 位於新蒲江的工作室吃飯 K小姐從沒想過 M先生竟然對好朋友伸出魔爪 他當時是空襲了我的左邊胸 第一次摸了幾秒鐘 然後第二、三次 過分地他兩隻手空襲我 即是兩隻手一起飛禮我 兩面胸 維持了幾秒 但兩隻手是貼著地捏我的 我覺得他有點痛 他捏我的力度 我當時是雙手護胸擋著自己 即是我是這樣保護自己的 而且他突然摸完後 我還說了一句 這些才是真胸 然後他就形容我的朋友 沒有身材的 突然這樣說在對比 M先生得請後 懷疑將目標轉移 到K小姐的朋友May身上 你看看 連衣服都脫掉了 露出空戰 可能大家都喝了點酒 然後他就坐過來 然後摸我的臀部 他摸了我幾秒 他不斷在我的臀部游走 然後是感覺到 但我是不知道 可以怎樣去抵抗他 他好像手輕大化 變成了別人 然後他好像很想快點 又中一步的行動 May身形瘦削 完全推不開身形肥胖的M先生 他唯有出動剪刀腳 鉗實對方 希望阻止對方的攻勢 但M先生突然性情大變 對阿May非常大咬 他有疼愛我 疼愛我幾分鐘 但我完全無法抵抗他 我不知道保護我上面或下面 我只懂得用自己的方法 去保護自己 事後你有否試過問他為何要這樣做 他說喝酒 大家都是玩玩而已 我覺得好像是我帶朋友去吃飯 看到他 是令朋友被人卑鄙的時候 我會很內疚 我覺得是我害了他 我令他被人卑鄙 他就疼愛他,接著摸他 受害人Kay小姐指 當晚有份出席飯局的化妝師 更目擊整個疑似非禮過程 化妝師事後還一五一十 跟Kay小姐說回整件事 其實跟非禮有甚麼分別 又拍人的屁股,又握人的屁股 然後又不斷… 不斷兩隻手搭著人的屁股 怎麼了 就是整個推居的姿勢 已經是 這裡不是性格派對 那一刻他真的禽獸上身 是女人都要變食魔 然後我吐心吐 幸好我不敢做 連自己的朋友都在這樣 連自己的朋友都借醉行空 你不離譜就好了 你別人不熟不熟 攝影師M先生 今年四十多歲 從事攝影工作至少二十年 他經常跟不同明星藝人拍照 包括陳瑩、李佳心、龚佳欣、楊思琦等等 他自稱是模特兒公司的 升級御用攝影師 拍照經驗豐富 由於對方拍照專業 K小姐經常約攝影師M先生拍照 M先生甚至朋友到 會出席K小姐的求婚派對 但如今雙方關係已經破裂 在飯局第二天 K小姐鼓起勇氣 再跟M先生見面 希望三口六面說清楚整件事 我說 其實你昨晚摸我 我記得 你是否以為我醉了不知道 接著他說 攝影師就說了一句 我是這些機會主義者 然後我聽到他說這句機會主義者 其實我的內心真是無比生氣 究竟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 我們去到新蒲崗這棟工業大廈 嘗試找這位疑似目擊非禮事件的 化妝師朱小姐 他們當日的飯局就在這間宿舍進行 我們嘗試敲門,但也沒有人應援 我們再打給朱小姐了解事件 我們嘗試打給目擊到 懷疑是非禮事件的朋友 不過暫時沒有人接聽 攝影師M先生對非禮事件 完全不知害怕 不知是否吃過翻尋味 他竟然在今年七月 再一次約Mai出來拍照 我換了泳衣出來之後 然後他就看到我的身材豐滿了 因為我想效果更漂亮 所以我就加了一些空箭下去 然後他就看我的胸部 然後他就敲我的胸部 然後他就說有沒有人在裡面 然後我就說你幹甚麼 然後他就跟我說你也是硬學 怕甚麼 但換第二套衣服的時候 他有沒有繼續對你做這些動作 有 因為我本身身長不好 但是我加了空箭之後 是有對比的 所以他就覺得你做得好 然後他又反抹我 已經不斷避開他了 原本以為去一個公眾地方拍照 誰知道去到的時候 才發現地方偏僻 Mai擔心這一刻說走更加危險 所以他頂硬上 想趕快拍完照走人 受害人K小姐把自己不愉快的經歷 上網 有人指曾被攝影師借欖欖欖壓下來 但這些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Angel一樣 早在二十年前懷疑被M先生非禮 那段時間 我沒記錯應該是秋天時間 因為我穿外套 突然叫我做一些向前污身的動作 我覺得有點奇怪 他就說不做就別做 然後再拍一、兩張 之後就突然好像氣來氣喘喘氣 所以就聽到他很大聲喘氣 很棒 然後就突然抱著我 但我雙手護胸 然後雙腳再亂踢 那我應該踢中了他下身、下體 那他就自然反應 都是馬上縮開、馬上走開 幸好Angel當機立斷 才沒有讓M先生有進一步行動 究竟攝影師M先生 是否有非禮到其他女士 而當晚飯局又發生甚麼事 我們嘗試打給M先生了解情況 我們嘗試打給市民非禮的設定師 但也沒有人接聽 如果非禮有個侵犯的行為 以及那個情境 在整體來說是屬於毀虧的 以及當時的設定師 是真的有意圖進行非禮的行為 在法律上已經構成非禮罪 非禮罪最高刑罰就是十年監 六大壯子這次事件的關鍵人物 是目擊事發經過的化妝師 如果那位化妝師 他願意出庭作弓 他亦說到整個事件的真相 整個過程也說到 加上他又拿去拍下的錄影 這兩件事便是好的證據 再加上現在的女生 他事後說 他那晚是不願意被他捉摸的 之後他也有追究 因為他之後也有要求那位男士道歉 那位男士也有去道歉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下 就可以定罪了 受害人K小姐和May最終決定報警 希望M先生接受法律制裁 我們就事件去信警方 獲回福指 案件交由黃大仙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八隊接手調查 經調查後 警方甘義涉嫌非禮 拘捕一名42歲本地男子 無論對著多朋友 做女生都要懂得保護自己 我是想由其他女生警惕一下 不要再…可能跟一個認識的人喝酒 你也可能是錯的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就算你認識了十年的人 那個人你是未必信得過 他可能會成機會對你落手 早前我們報道過 在洛馬州站的一間快餐店 被水貨客攻佔了 而最近又有市民跟我們報料 說經過我們報道之後 問題已經解決了 沒有水貨客 現在終於可以在那裡找到位置吃飯了 不過別以為水貨客就這樣消聲匿跡 有人拍到大批水貨客硬闖關口 好, 整班人不理海關關員攔截 直闖關口 關員追截, 捉得一個只有一個 場面非常混亂 簡直好像在看麻鷹捉雞仔 看來真的要想想辦法了 今天節目時間夠了, 再見 再見 23歲爸爸涉嫌在巴士上 向一名女乘客做出不雅行為 男子承認有為功德 前妻透露個宗原因 他覺得他對, 他覺得自己沒錯 我跟他說你有病, 你真的要提醒 跟前妻關係決裂 令他走上不能自拔的地步 留意東張西望, 前夫巴士失控 前妻現身自控